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丽美丽 面粉中加入凉水,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成这样的絮状,下手揉成面团 揉好之后,盖上盖子,饧面20分钟 时间到,案板上撒着面粉,开始揉面团 反反复复地揉 一直揉到很光滑的面团 然后整理成圆形,用手压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5毫米厚的面饼 面活的有点软,所以我撒上玉米面粉 防止粘连 用大刀切成块 把它重叠在一起 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切成5毫米厚度的面条 水开后,下入切好的面条 用筷子搅拌搅拌,防止粘连 盖上盖子,等锅依后 好了,再搅拌搅拌 再盖上盖子 再移一次,面就熟了 捞入碗中 放上盐 醋 味极鲜 味精 辣椒油 放上韭菜炒鸡蛋 美味筋道的龙家面条就做好了 喜欢就帮阿力转发,关注 煎毛 联络